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3月11日 已經是星期六 昨天 10日 這是習近平登基的大喜日子 美國真的認真夠朋友 美國的霍利議員 送上一份大禮 這份禮 可以說是史上 最大的一份禮 最後一份禮 金額到了16萬億美金 是差不多100萬億人民幣 這份禮為甚麼那麼大呢 原因就是美國國會眾議院 在昨天 在零票反對之下 通過 不是習近平連任 是把這個武漢肺炎起源的美國情報解密 在這個病毒大流行爆發三周年之際 法案的通過 顯示了兩黨 今次是兩黨共識 在這個問題上 出現了一個廣泛團結 沒有阻撓 習近平零票反對 全票通過 而美國也是一樣 眾議院 也是全票通過了這項議案 之前參議院已經通過了 現在眾議院通過了 好了 這個法案 會交給拜登簽署 就算拜登簽署 不簽署 也會通過的 因為全票 沒有意義的嘛 白宮 表示現在在審議這件事 白宮的新聞秘書 向記者公布 我們這件事審議中 眾議院進行的辯論 簡短 而這個 迫切 他說在致命的武漢肺炎病毒 如何開始 以及如今如何防止同類型的問題上 美國人 希望知道答案 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 來自俄罕俄州的共和黨眾議員 麥克爾特納 他說 美國的公眾 應該就COVID-19大流行病的方方面面得到答案 他說 包括 這些病毒是如何產生的 特別是 自然發生 還是實驗室 洩漏有關呢 這項解密法案的聚焦 是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有關 法案提到這份研究 這個研究所的研究和COVID-19爆發之際 是有潛在關係 世衛在2020年3月11日 將COVID宣布為大流行病 逐足三年 美國情報機構 尤其是武漢肺炎的 實驗室洩漏或者動物 洩漏問題意見是不一致的 所以他們就要 你搞清楚 這場大流行病毒已經奪血了超過過100萬美國人的生命 專家說 沒有肺 也可能有 不同的答案 甚至永遠不知道 不過 你美國的情報要解禁 現在法案過了 你情報甚麼都要探除 其實去年拜登 在5月份的時候 就要求情報委員會交訓報告給他 結果也是不了了之 因為當時中共動用了巨大的影響力 包括商界 包括政界 阻止 武漢肺炎的起源追責 眾議院情報委員會首席的民主黨成員 康列迪格州的 他叫 Jim Hems 這個眾議員就說 透明是我們民主政體的一個基石 所有事情要在陽光底下去進行 去調查 對於病毒起源 的專注由共和黨人主導 目前 眾議院成立一個特設的委員會 並在這個星期舉行了一場聽證會 探討 武肺是怎樣 開始 共和黨和民主黨經常就一個武肺起源 發生 在 美國 衛生官員裏面 他們討論是很激烈的 經常爭吵 這次的法案 是很難得得到兩黨團結 因為通常他們爭吵得很厲害 這項議案 是由 密蘇里州的共和黨參議員 霍利提出 所以我們叫做霍利法案 參議院一早就通過了 霍利敦促拜登 簽署 他在一個聲明之中就說 美國人民要知道真相 這個是 是現在 全美國那種迫切的 要知道的東西 霍利說 中國共產黨官員 就在這個星期寫信給他的辦公室 以他們的慣用方式 以及愚蠢的文筆 要求撤銷議案 很好笑 他特意把這封信 在Twitter上公布 他說封給 習近平主席的信 霍利 在信中就說 這項議案 狠犯成為法律 除非你能說服拜登否決 時間到了 把你們向世界擴散的病毒 交代清楚吧 如果這個議案 成立了 即是拜登簽署了的話 會在90天以來 用任何的 關於武肺病毒研究所 以及武漢病毒 怎樣 有甚麼關係呢 全部都要解密 好了 解密之後 這份大禮就來了 因為美國的民間 以及政府 其實已經有個約翁的數字 就是要 向這個 負責人 向這個武肺的起源 這個源頭 索償 16萬億美金 這個是美國以至全世界 的經濟損失 那麼 16萬億 那怎麼辦呢 就叫中共找吧 扣起中共的外匯資產 還有 還有 所有共產黨 在海外的所有資產 包括 他們的商人 因為所有的有錢人都可以界定為 跟共產黨直接有關 因為你們 好像全部都是靠共產黨發達的嘛 所以 在海外的 中共官員 跟中共有密切關係的人 很可能他的財產就會被凍結 不知道香港有沒有份 我猜一定有份 香港有份 中共有份 在海外的這些官員 那些貪官 甚至乎有錢人 可能都要負責 去找錢 美國一旦認真起來很嚴重 你知不知道俄羅斯富豪 在瑞士的資產已經全部被凍結了 俄羅斯政府 在海外的黃金儲備 外匯儲備 全部被美國凍結了 其中一部分已經給了 烏克蘭 所以這個真的是一個送大禮 大家記不記得 陳幾何時中共 在香港發行國債 他說甚麼 他說中央來送大禮 發行國債是甚麼事 問你借錢 中共在香港發國債 問香港人借錢 他可以解為送大禮 文匯報 官媒黨媒就說中央送大禮 原來這些是大禮 美國這份也是大禮 送多少禮 十六萬億 這次真是很大 可可習近平登基 習近平登基這一天 同時 也是111年前 袁世凱登基做紅獻皇帝的日子 事實 或者 很多時候歷史和現實往往 越來越相似 是和111年前 同一日3月10日 當時的袁世凱 也是全票通過 他正式登記 成為中華帝國的皇帝 這個年號是紅獻 是不是 好了 所以 這個歷史是不是驚人地相似呢 我們希望看到 這個 議案 是拜登盡快簽 因為這次他不能不簽 去年 你曾經要求他 這個情報委員會交料 結果交出來的報告就說無料到 事後也都不了了之 中共是用了很多的人力物力 動用了他在美國的內監 內應 全部 去通過 當時 其實共和黨和民主黨還有很大的爭議 裡面還有很多美姦 這次沒有爭議 這次 基本上 全部一致通過 因為 他們要跟中共 徹底的決裂 大家 不要小看這件事 一旦通過 中共是會崩潰的 美國如果要追以不掃的話 首先用經濟方式 用政治的談判 你不准就凍結你 美國是兇了的 美國要凍結你中國的資產 很容易 你中國就沒有能力去凍結美國資產 因為 美國沒有資產在你中國 但是你中國有大把資產在美國 中移動有多少錢 中國聯通有多少錢 中國銀行 工商銀行 建設銀行 全部在美國的資產全部凍結 還有 美國一旦要凍結 就是全球凍結的 你所有中資 招商局 什麼華潤 然後就是海航 光大 海航也沒有了 海航已經倒閉了 光大 然後就是中移動 中國石油 全部凍結了 看你有多少資產 16萬英美金 慢慢扣 估計全中國的資產 全世界的中國共產黨資產 都會被凍結 你獲飽了 你獲金了 所以這份是不是大禮 當然是大禮 習近平 是不是應該好好的感謝一下美國政府 這個窩心的 禮物呢 這節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裏 我們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這部曲 經濟能力許可朋友訂閱Patreon 如果 經濟能力一般都不要緊 你們可以透過無限大法去支持我們 手動點擊 看多點廣告就可以了 多謝大家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暗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暗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裏面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 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現在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以後片尾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